数码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造就出了一组数码游牧民 他们从一座城市旅行到另一座城市 在赚取薪水的同时也探索新世界新文化 我们现在就连线记者莫菲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莫菲 好的主持人 在我身后就是华盛顿的一家WeWork 也就是提供联合办公空间的地方 那我们知道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 人们传统的工作方式和固定的办公场所 也受到了冲击和改变 那么像WeWork这种可以提供共同办公空间的地方 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那么在这里工作的人中 有一部分叫做数码游民的Digital Nomads 不过不像传统的游牧民族一样 竹水草而居 他们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竹工作而居 那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这个族群 菲尔·佩伦是一位品牌策略师 他在洛杉矶的一个共享工作区办公 一起办公的还有其他企业家和专业人员 佩伦在世界各地类似这样的地方办公 几个星期前我一个星期里坐了41个小时的飞机 真的绕地球一圈 从洛杉矶到欧洲到中东到亚洲再回到洛杉矶 需要的时候 佩伦在分享工作区里开设办公室 佩伦选择的这家公司在全球50个城市都有分享工作区设施 菲尼·维利兹也是在旅途中办公 她是演员兼制片人 也是自己公司的老板 她在分享工作区办公 帮助其他电影制片人筹措资金和发行 我们注重多元化 为娱乐乐中的有色人种和其他弱势群体 创造发展机会 她手头正在进行的项目 是关于一个美国家庭和墨西哥的联系 我们建立社交媒体 发起很多的众筹活动 哪里需要 维利兹就在哪里办公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墨西哥 下一位数码游牧民是一位美国产品经理 他在台湾办公 我遇到的人中有和客户远程合作的客户经理 还有很多营销人员 我还遇到护理教职员 他们是大学教师 所有的课程都在网上开课 一位技术专家说 不管是洛杉矶还是纽约 局限正在消失 他通过skype说 这改变了人的创造水准 首先当地人和全球的竞争更加激烈 第二那些住在远离纽约的人发明了某种东西 可以立刻在纽约北京或者任何地方销售 他说对很多职业的人来说 随着地域的限制不断的减弱 他们的视野也更加开阔了 没错那么像微博这种共同办公的区域呢 也大大的满足了数码游民的需求 他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工作 微博在全球呢 已经有超过110多处地点和8万多名在各行各业工作的会员 那么这种庞大的社交网呢 也为人们提供了便利和资源 这促成了数码游民这样的族群的壮大和发展 好的 以上呢就是指责新闻的全部内容 将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 谢谢莫菲的连线报道 谢谢大家